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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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过 太好了 在咱们中国国家博物馆 我有一个著名的展览叫《古代中国》 这是一个全面介绍我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文物展 可以说这个展览是观众了解中国古代史的入门的捷径 我们考古公开课也将用一个系列从文物的角度带领大家去认识考古 认识我们的古代中国 现在我想问的问题是 各位学员 如果让你来办一个古代中国的展览 第一件文物 你会选什么 让我来选的话 我会选择中国古人类的第一件打制石器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博的专家们他们选择了哪一件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是两颗人类的牙齿 为什么要把两颗人类的牙齿作为第一件展品呢 如果学习考古 可能大家就知道 考古其实最关心的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也就是人类的起源问题 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道具拿上来 大家看啊 这几张图片 这都是生活在我们中国大地上的古人类 北京人 蓝田人 山顶洞人 圆谋人 我想请我们的一位学员上来 按照年代你给来排个序 小郭 你来 好 我们来看看小郭啊 怎么给我们这个古人类进行排序 你先想一想 那边最早 这边最晚 好 我们一起听我们的主讲老师 来怎么给一个评判 好吧 现在让我们请上今天的主讲嘉宾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戴向明研究馆员 我们请戴老师上场 欢迎戴老师 欢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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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戴老师 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 你看我们这个学员 他这个排序对不对 应该说还是有问题的 不完全对 不完全对 戴老师 您帮我们调整一下 好吗 好的 我来调一下 应该是这两个换一下 蓝田人比北京人要早一点 可能那个小姑娘对北京猿人印象比较深 所以把她提前了 是吧 她的正确事情应该就是 袁毛人 蓝田人 北京人 山景东人 这样一个顺序 为什么要这么排 因为这个涉及到人类的起源和进化问题 根据这个古人类学的研究 从远古的类人猿到质人的出现 或者说通常所说的现代人的形成 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复杂的过程 如果从这个直立人的出现算起 那么人类的起源 至少可以往前追溯到200万年以前 在我们国家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当中 最早的就是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袁毛人了 经过测年 他的年代大概是距今170万年 接下来就是蓝田人 大概有110万年以前 再往下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人 北京人这个化石发现这个地点 它的文化层堆积相当厚 延续时间非常长 从距今大概50万年 一直到20万年前 这么漫长 那么到20万年以前出现了质人 我们刚才提到的山顶洞人 实际上已经是晚期质人了 属于90期的晚期了 距今大概两三万年左右 那这样累下来大概 大家对这个为什么这么排序 它年代序列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 20万年左右可以把它作为 区分直立人和质人的一个分水岭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说是20万年 它差不多是一个分水岭 按照过去这个古人人类学的说法 就是20万年前出现早期的质人 到了距今5万年左右 进化成为晚期质人 根据这个分子生物学的研究 通过对古DNA的测序 认为现在世界上所有的这个现代人 几乎都可以追溯到 20万年以前的非洲 就是最早的现代人 是在非洲形成的 然后呢 在大约十几万年前 开始向外迁徙扩散 大概到距今5万年左右呢 到达了我们这个东亚地区 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具体的时间点 往往有不同的说法 大的来个说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 对 还有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有些科学家提出 人类的起源呢 它实际上是应该是 多地连续进化 附带杂交说 这个观点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 世界上各地的这个现代人 主要是从当地的 这个直立人连续进化而来的 当然这个期间呢 附带着跟其他这个 迁徙过的一些古人类 有过一些基因交流 其他古人一些基因 可能会进入这个 当地这个演化序列里边 但是占的比例很小 主要是从当地的直立人 连续进化过来的 那么关于人类起源的 目前主要有这两种观点 主要是两种观点 咱们还得回到 我们节目的开头 咱们国博展示的 这两颗牙齿 这应该属于 哪一种古人类 这个是袁某人的 袁某人 就第一个 第一个 最早的 最早的 在咱们中国大地上的 古人类的牙齿 对 所以大家走进 国博展厅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个 古代中国 这个远古时期 那个展厅 第一个看到的人类化石标本 就是袁某人的 这两个牙齿 年代非常地早 旧石器时代 这段远古的人类历史 究竟有多长 如果将它比作一个老人 那么它应该有 两百多万岁了 从距今两百万年开始 一直延续到 距今一万年左右 这个漫长的时期 我们就叫它 旧石器时代 其中 距今两百万年 到二十余万年间 被称为 旧石器时代早期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 通常被称为 直立人 中国是人类 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有着丰富的 古人类化石遗存 我国境内发现 最早的直立人 就是距今约 一百七十万年的 袁某人 稍晚的直立人 还有蓝田人 北京人 云县人 河县人 汤山人等 而在此之后 大约距今二十万年 到一万年间的 这一历史阶段 则属于旧石器时代的 中晚期 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人 通常被称为 智人 智人 亦为智慧的人 他们可是 制造工具 狩猎采集的能手 智人化石 在我国境内 也有很多的发现 其中以山顶洞人 最为人们所熟知 属于晚期智人 身体特征 已经非常接近 我们现代人了 旧石器时代 漫长而遥远 早期人类生活的印记 已几乎无处可寻 只有考古出土的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 静静地躺在 博物馆的展柜中 等待着后人的品读 然而遗憾的是 如今有很多人 面对那一件件 形态恶异的 打制石器 和其他原始工具时 却时常感到 一头雾水 它们都是干什么用的 有什么样的 价值和意义 我们究竟 该如何读懂 这些文物的心事 听懂它们的故事呢 大家好 去过国家博物馆 人都知道 在我们这个地下一层 有一个常设的展览 叫古代中国 那么古代中国这个展览呢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 通史陈列 它包括八个部分 第一就是阳古时期 然后是夏商周时期 接下来是春秋战国时期 秦汉时期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这个隋唐五代时期 然后宋夏金元时期 明清时期 这八大部分 按照历史的这个顺序 这样陈列下来的 我在国家博物馆 工作很多年了 这个经常有机会 到转厅去转一转 看一看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很多这个观众啊 到了这个展厅里边 好像最不愿意看的 就是远古时期 也就是史前时代 这一部分 也就是有文字记载之前的 这个夏商周 以前的这段历史 其实我想说的是 这段展览 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 整个这个史前这部分啊 在我们中华大地上 存在了大概有 将近二百万年的光阴 那么这段历史呢 代表了人类的童年时代 也可以说是包含了 我们祖先 从所谓的原始社会 一直走向国家文明的 一个整个的过程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形成的根基 在这个史前考古领域啊 有三个世界性的大课题 分别是人类起源 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 那么这么一说 大概大家也就觉得 这段展览 也是相当的重要了吧 我们走进了 远古时期这个 开头这部分的展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些人类的 这个化石标本 还有很多打质的石器 大家可不要小看 这些不起眼的 化石和石器 实际上它所代表的历史呢 占我们整个人类历史的 99%以上 如果我们拿一个人的寿命 来做比喻的话 假如一个人活了100岁 那它其中99岁多 都是靠着摸着几个石头过来的 所以这段历史漫长 又重要吧 我们人类有一个 非常漫长的童年 那接下来呢 才有了这个农业起源 到工业革命 一直到这个 后来这个计算机的出现 网络时代 一直到今天 我们这个整天 拿着手机刷屏 这个时间才不到一岁 大家可以想见 整个这个史前时期 是多么地漫长 现在我给大家 讲两个这个小故事 第一个 就是这个 袁茂仁的这个两个牙齿 那么这个牙齿 为什么重要 它是怎么来的 这里边有一个 挺有趣的 挺契哲的小故事 话说在1965年4月 当时是为了配合 乘捆铁路的建设 中国地质科学院 就派出了 以前方等人 组成的野外工作队 远赴云南的 这个原谋盆地 进行野外勘探 那么在这个 野外工作的工程中呢 勘探队员们 就从这个 当地老乡口中得知 在一个叫 商纳邦亲的这个附近 发现有这个龙骨 一听龙骨 搞考古的 搞地质的人都知道 实际上指的 就是动物化石 大家很兴奋 那么在5月1日 这一天 前方同志就在 一个山沟里 发现了几个 动物化石 紧急着他又在 一个小山包的下面 发现了这两颗 像人类牙齿 一样的这个化石 可是在当时在场的 所有这个地质队员 看了之后呢 都不敢肯定 这是否是这个 古人类的化石标本 那么很快 这两个牙齿化石 就被送到了北京 鉴定结果 是肯定的 就是说 这确实是两个 古人类的牙齿化石 是属于上内侧的 两个门齿 而且应该是属于一个 同一个成年人个体的 当时还是非常的稀有了 很快科学家们 利用古地磁法 对这个牙齿 所出土的这个地层 进行了年代测定 测定的结果呢 是距近一百七十万年左右 大家就非常的兴奋了 因为这个 在当时来讲 是我们国家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这个 化石标本 那么一直到现在 也仍然是我们国家 所发现的 年代最早的 古人类化石标本 可见其意义非凡呢 那么第二个故事 讲的就是 著名的北京人头盖骨 在国家博物馆 远古时期展厅里 紧挨着这个 就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两个 圆毛人牙齿化石的 就是这个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 复制品 为什么是放的复制品 它的真身去哪了 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 前世今生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最早发现 大概是在1929年 发现于北京周口店 就是去遗址 某一天啊 当时还很年轻的 著名的这个考古学家 古人类学家 裴文中先生 就发现出了 第一个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1936年 另一位非常有名的 这个考古学家 古人类学家 贾兰坡先生 又连续发现 这个三个完整的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这些头盖骨化石呢 被认为是 从源到源演化的 一个代表性的 这个标本 学术价值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刚一发现的时候 就轰动了世界 但是后来呢 更加轰动世界的 是这个北京人 头盖骨化石的 失踪之谜 1937年 抗战爆发了 为了免受 战火的摧毁 当时这些标本呢 就辞放在 这北京协和医院 可是这个随着 战事吃井 放在协和医院 也不安全了 那么中美有个方面 经过反复的协商 就决定 最后把这些 头盖骨化石 转运到美国 暂时保存 1941年12月上旬 装载这些 化石标本的 一辆列车 就从北京 开到了秦皇岛 准备从那里转运 大概就是 通过轮船 转运到美国去 可是恰在此时 日本偷袭针处港 开明战中爆发 当时这些押送 这些物资的美军 还有相关人员 就成了日军的俘虏 从此北京人 头盖骨化石 也就下落不明 战后为了追踪 这些头盖骨化石 有关方面 这个进行了调查 就发现了很多的线索 那么关于它的下落 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认为 这些头盖骨化石 在战争期间 被日本人给毁掉了 就毁于战火了 第二种说法 是认为 这些头盖骨化石 被日军截掠 然后带回到了日本 就流失在日本民间了 那么还有人认为 这些头盖骨化石 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就在中国境内 当然后来 还有美方提供的一些线索 就是说在战争期间 有一个日本远洋邮轮 叫阿波丸号 被美军潜艇给击沉了 在中国的近海 那么这批头盖骨化石 就在阿波丸号上 也一同沉入海底了 根据这些提供的线索 有关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查 寻找 就所有费尽心力的寻找 最终都没有结果 但是希望 仍然一直是存在的 因为毕竟没有明确的证据 说它被摧毁了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它这个绅士 它的失踪 一直到现在 仍然是科学史上 一个非常重大的悬案 也是一大汉室 那么讲完这个化石标本 大家走进这个 远古时期的展厅 一看这个展柜里 除了这个化石 还有好多的打质的石器 如果你要具备一些 文物考古知识 了解这些石器 它的功能用途 那你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非常有意思 考古学家根据这些石器 所出土的背景 还有这个加工制作 石器的场所 以及他们之间的 这个组合关系 可以推断出 古人的行为方式来 这就像警察破案 是吧 比如说有一个人 被打云在地 倒在那了 警察就可以根据这个 受害人 他倒地的方向 来推断出凶手 攻击的方向 也还可以从这个 受害者身上的窗口 来判断出 凶手所使用的凶器 是什么 是吧 所以这个我们考古 这个研究呢 就非常类似于 这个警察班 它讲究一种 这个根据支离破碎的线索 进行这个 有序的逻辑推导 然后推导出一个 让人信服的结论来 当然考古上 应该说经常 有更大的难度 比如画面上显示的 我们看到 刮削器 可以切割动物的肢体 食肉嘛 然后呢 还可以刮削动物的皮毛 来加工皮毛 制作衣服 还有这个 这边这个尖撞器 这种大型的石器 可以作为这个 狩猎用的骨器 也可以是砍伐树木的工具 还可以用它们 敲骨骑髓 还有这种 石针 这个石锤 它实际上可以是 就是用来加工这个坚果 也可以用来加工石器 所以很多石器 它制成特定的形状 都有它特定的用途 到距今五万年以后的 旧石器时代晚期 就出现了很多进步的迹象 除了这些打制的石器 还有更多的骨脚器发现 比如说 像这个图片上显示的 这个鹿脚器 鹿脚锤 然后骨锥 我们看到这个 最边上有一个 穿着麻绳的骨针 可以缝制这个瘦皮衣服 像那个 它有倒钩的那个骨鱼镖 那它用来插鱼 是吧 捕鱼 在当时呢 特别还发明了弓箭 这个图片上 展示有这个石足 就是可以上面 板上木杆制作这弓箭 还有石毛头 非常漂亮 大家看 那么像这些 石毛石足 做成的弓箭 还有石球 这些工具呢 它是一种可以投掷 和这个远射的这个武器 那么这种武器的 发明和使用 可以说极大的增强了 人类的这个狩猎能力 那么也就极大的增强了 人类的生存能力 另外呢 就是去晚期 大的一个进步 一个变化 就是细时期的出现 那我们看到 上面的一排呢 有些细石盒 就是从石盒上啊 来剥取细石液 下面这一排呢 就是剥下来的这个细石液 那么底下这个细石液呢 它实际上是被放大了 大概都不足一厘米宽 非常的薄 但是呢 有好几厘米长有的 大家想象不到的 这些细石液啊 经常是从这个细石盒上 用这个木器 通过压切法 给压切出来的 那么这些细石液呢 可以做符合工具 就是可以把它们 镶嵌在这个动物骨头上 做成骨梗刀 那么这种骨梗刀呢 用这种细石液做韧步 非常的锋利 它也很小巧便于鞋带 所以这个也是当时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除了这些技术上的进步 那么这个在旧石液时代的晚期呢 可以说古人的精神世界也越来越丰富 比如说啊 这个像这个 屏幕上显示这个项链 像这一串 就是有这个骨管和这个贝壳 可以穿起来做成项链 另外还有呢 这个有的是 用动物的牙齿穿起来 做的项链 这些项链呢 其实拿我们现代眼光来看啊 很粗糙 是吧 但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把它们放在 这个一两万年前的 救济时代来看的话 那就很了不起了 就是当时人类就知道 美了 用它来装饰了 那我们还可以追问 这些都是用什么动物骨头做的 在当时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 又是怎么给这些骨头 还有动物的牙齿 进行钻孔穿眼的呢 做好之后 这些小物件 又是怎么串联起来 用什么串起来的 是不是有麻舌啊 那么这麻又是怎么来的 所以它背后可以呈现出 一系列的这个考古的思维 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可以研究 那你有了这些常识 你在看博物馆 传递这些文物 那就不一样了 在你面前 这些文物就活起来了 是吧 我知道这件石器 它叫什么 而且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这个 我们国博展厅里的文物 所呈现给大家的 一万多年以前 就是这时代 人类生活的一个图景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戴老师 为我们精彩地讲述 刚才您的这一番梳理 说实话 我们就清晰了很多 以前我们去博物馆也好 去看什么展览也好 就是连雨摸黑 就是看个热闹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这以后 我们再去博物馆 你比如刚才讲到了 弓箭也好 鱼标也好 骨器也好 那个项链 再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就起码知道 这是距今五万年以后的 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 您记性很好 说得非常对 太好了 太好 说明有收获 我想大家也一定有收获 我们的学员们 他们都是热爱考古的 有的甚至是学考古的 他们也有自己的七思妙想 利用这个机会很难得 跟戴老师做一个交流 戴老师您好 您刚才讲到的那些石器知识 真的是令人大开眼界 但我同时也有一个疑问 就是其中有一部分的石器 它和我们在自然界中 比如在河谷小溪旁边 看到的石头是比较接近的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区分 它是人类有意打制的 还是自然掉落 或者是怎样形成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对对对 很多普通的观众 也是有这个疑问 确实是 就是对一般观众来说 没有专门接触过救援器的 它确实有时候很难分辨 是 是吧 看着那个打制的石器 跟那个自然界那些 自然里形成的石块 好像看着也没什么差别 但是对这个专业的 考古人员来讲 这应该不是个难事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 石器的打制 它有一种比较固定的方法 主要有这么三种方法 一个是碰针法 就是拿着一个石料 在一个大石块上 碰 碰砸 来 敲打 就是碰砸出一个形状来 还有一个叫锤击法 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做石器了 我这个时候拿个石锤 然后我敲击这个石料 我打出一个形状来 这叫锤击法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砸击法 就是说地上有一块石针 就是一个电石 垫在地上固定的 石针 然后我把这石料放在上面 我比如说这时候 我把它扶住 我这时候拿个石锤 我去在石针上砸击这个石料 我把它敲打出一个形状来 要哪 不要哪 对 是吧 就是我想 比如说我要一个监装 也有砍杂技 我关销器什么的 我就反复地敲打 然后尤其到这个刃部那个 它会留下一些 有规律的痕迹 在这个石器的上面 这句话很重要 有规律的痕迹 对 凭着这些 有规律的痕迹 那么这个训练有素的考古专家 就比较容易地就能辨认出 它是不是石器了 随着历史的车轮 我们该到了 新石器实在的展厅了 大家如果去过的话 一定都知道 在这个展厅 有各种各样的文化 有各种各样的淘气 我想到了这个展厅 大家一定觉得 现在的词就是更烧脑 是不是 在这个展厅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很多 比较专业的名词 比如说大文口文化 养少文化这些 但是对于我们 这些观众来说 比较难分清楚 这些文化 确实是 因为有时候 一提到这个文化两个字 大家可能 有时候就被吓住 说自己是不是有文化呀 还是没文化呀 是吧 其实这个文化的概念 这两个字 它是有差别的 在考古上是一个专业术语 专业术语 我给大家首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上这个文化呢 它指的是 在一定时间 存在一定地域 反复出现的 富有特征的 这一群遗迹的组合 包括遗迹和遗物 这样一群遗存的组合 我们把这种一种组合 叫一个文化 比如说它有一个淘气群 它有它自己的 一套的这种石器 富有特点的石器 骨器这些 然后呢 它有它自己 富有特色的这个 房屋形制 和墓葬形制 这样一系列的遗存 组合在一起 叫一个文化 那么接下来 戴老师准备给大家 出一道常识题 来测试一下大家的水平 我们请上道具 你看这幅中国地图 可能有的人会想 从考古怎么又跑到地理上来了 其实拿这地图 并不是想考大家地理知识 我是想给大家拔把文脉 拔把文脉 试探一下大家的这个考古知识 旁边呢 四种文化 四个文化的名称 名称 都是考古学上很有名的一些文化 洪山文化 马杰药文化 大门口文化 养韶文化 那我想请两个学员上来 把这个几个文化的名称 贴到跟它对应的区域上 就是说这些文化 都分布在哪些区域 大概其的一个位置 好 那咱们就请这小姑娘上来 好 刚才你来问的这个问题 来 掌声给她点鼓励 小姑娘 来 好 戴老师 您来给做个评判 他贴的这个位置 应该说有贴的差不多的 但是呢 总体上还是不太对 现在呢 给大家来摆一摆 好好看 应该在什么位置 来 你比如说洪山文化 它主要分布在这个辽宁西部 那种东南部 河北的东北部 就大概这么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大门口文化 它主要分布在山东地区 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 我们考古上经常把这个区域 叫海带地区 海带地区 海带地区 然后养勺文化呢 主要是在中原 就是这个河南 山西南部 陕西渭河流域 就这么一大片 这一片 叫养勺文化 马家游文化呢 是属于西北 甘肃青海地区的 就是这个顺着河西 到青海东部 然后甘肃东部 这一片 马家游文化 甚至现在延伸到了 这个四川最北边这一片 大概就是 应该是这么一个方位 谢谢老师 谢谢您 好 也谢谢您 谢谢 像您说的 这个好多人一听 这考古学文化 就被吓住了 觉得这个 从来没听说过 这个怎么这么叫 什么养勺文化 大梦文化 什么意思 实际上这个 就是一些小地名 考古学上命名文化 经常就是拿最早发现的 那个小地名来命名 实际上好多就是村庄的名字 比如养勺 比如养勺 养勺文化 那个养勺 就是河南免池 养勺村的名字 大文口 就是山东泰安大文口 那个村子的名字 所以就这么明明下来的 就是一些小地名 所以大家以后听到这个 不要有什么这个 发处的感觉 养勺文化呢 这么很大的一片区域 差不多是整个文化中有吧 那它存在的年代呢 是从距今七千年 到这个距今四千八百年左右 这么一个时间 延续了两千多年 那养勺文化 其实它可以还分成 早中晚三大阶段 这就不一细说了 然后就是山东那个大文口文化 它存在的时间呢 是从距今六千年 到这个四千三百年左右 然后东北的这红山文化 这个文化存在的时间呢 主要从距今 七千年到五千年左右 就是红山文化 西北的马杰摇文化呢 它实际上是 从这个养勺文化 这个母体中 分离出一个亚文化去 养勺早期 主要是在这个 渭河流域啊 中原这一片 然后到了中晚期 养勺文化往西部延伸 最后到养勺晚期的时候 分离出了一个马杰摇文化 马杰摇文化 延续的时间呢 也很长 从这个距今五千三百年左右 到这个距今四千年左右 这个时间段 这就是刚才我们 涉及到的这几个 靠国学文化 它的地域和年代 另外呢 其实这个 史先世纪 有很多大家 应该知道的一些文化 我们国博展厅里 其实大家看那些文物啊 集中在几个文化上 一个是养勺文化的文物 然后这个马杰摇文化的 大孟口文化 和龙山文化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浙江和睦度文化的 和睦度文化呢 主要分布在这个 长江以南 长江 前长江以南 这个宁少地区 它的年代呢 大概从这距今 七千年到距今五千年左右 这个时间段 所以呢 大家看到 这个就是说不同的区域 不同的时代 都有自己的这个 考古学文化 淘气是土与火的奇迹 也是新石器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 淘气因为其取材 制作方便 又易碎的特点 所以具有非常强的地域特征 和时代属性 考古学家们 往往通过出土淘气的 气形文式等特点 就可以初步判断 其使用年代 及文化类型 淘气也因此成为 新石器时代 不同地域 及不同考古学文化的 政务及缩影 中国是世界上 较早发现淘气的地区之一 在新石器时代 中华大地上 曾经存在过 多种多样的 考古学文化 也给后世留下了 数不尽的文化瑰宝 它们种类繁多 形态各异 令无数的后人 住足遐想 那么 在当时 它们究竟是做什么用的 我们又该如何辨识 这些不同类型的淘气 它们和我们今天的生活 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呢 刚才您讲了很多 特别是刚才您前面提到的 这个新石器时期 这个淘气 它是区分文化的一种标志之一 那么很多人到博物馆 看到这些瓶瓶罐罐的时候 还有很多生皮的字 自己根本不认识 就觉得这个淘气 实在是太复杂了 有这感觉吧 特别复杂 实际上 您觉得这个 它是那么复杂吗 离我们是很远吗 其实啊 要说远 确实很远 因为这个新石器 这些淘气 都有数千年之久了 是吧 确实离我们现在很远 但要说近呢 跟我们现在的生活 又密切相关 你看 也很近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活上 所用的这些日常用具 特别是锅问瓢玩的那些东西 其实它都来源于 新石器时代这些文化 这些器物 这些弹弹罐罐 现在咱们家里用的 厨房里用的 都可以在史前找它的原型 好 就这个话题 我们接下来再做一个小游戏 我们把道具搬上来 现在啊 我们有七件淘气的图片 前面还有名字 但是现在可没有对应上 我们请一位学员上来 根据你的判断 你觉得哪件淘气 跟哪个名字 应该对应上 你把它摆对 小方 你来吧 来 你先看一下这些名字 再看一下这些淘气 摆完了是吧 好 请戴老师来给你做一个评判 看看他摆的到底对不对 好 我看一下啊 哎呀 还真不错 有些是对的 但是也有错的 也有错的 比如说龟 这件是龟 哦 这件是龟啊 对 这个就是三个 其实是三个空族 上面这个长得像一只鸡 鸡鸡 所以过去它有个名称叫鸡鸡 这个龟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是增 增就是带眼这个气候 在那头 他们俩对换一下 我给您挪过来 这应该就对了 是吧 对头那个是盐 然后这是增 腐是对的 银也是对的 铃也是对的 豆 对 这样就对了 成绩还不错呀 还不错 它这个大部分都摆对了 继续努力 好 谢谢您 谢谢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说 这些陶器 其实这也没什么神秘的 其实这些都是古人所用的这些 日常生活的这个吹气 相当于有限的国外瓢盆这些用具 比如说都是干什么 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喝酒的 对 您说太对了 是吧 龟是应该是这个盛酒器吧 那是就倒酒 盛酒 倒酒的 龟呢它特点就是 大家看到它实际上是三个空带足 上面呢有一个细细的脖子 脖上有一个长长的瘤 我们靠上叫瘤 然后这边一个把手 这斧是干什么用的呀 这是 斧 什么叫斧呢 斧就是环底的一个罐子 就是它底部是这个圆的 然后这里边呢 放上米啊 放上什么 放上水 放上米 煮粥啊 对 煮饭 煮粥 对对对 底下点火 点火 就是这么使用 斧是应该最早出现的吹气 就比顶啊立啊出现要早 这有点像咱们现在家里的那个 就是锅嘛 对对对 你看到现在其实没有根本的变化 都是这种环底锅 这个顶好像建的多一点 对 头顶也是出现的非常早 它是三个十足 它后边还有一个 就是三足鼎立嘛 它自带三条腿 它下面可以直接放柴火 点火做饭 对 也可以把它放到火堂上 直接来煮饭 这个粒 粒出现也比这个 前面的火顶还要晚一些 这我看这个家伙够胖的 对 这个还不算胖的 还不算胖的 还有我们专门所说的那个肥足利 你像山西陶寺文化那种肥足利 就是打肥腿 对 就是一大肚子 粒跟顶的区别 粒是空族 三个空带族 底下一只也可以点火 也可以点火 像这个图片展示的 好像就有烧的痕迹 烟胎啊 这个烟熏火燎的痕迹 这个痘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它就像那个痘那个字 你看 你说对了 其实古蚊子的企业好多就是 就是象形嘛 就根据器物本身的形状 这个痘啊 我们就先展示这件 它是一个粗饼痘 是吧 顶部比较粗 还有很多细饼痘 这个应该是一种成食器 就是说成放食物吧 你要拿到现在来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 果盘放水果 点一些是吧 当然在古代可能不一定是这么用 但是它可以放食物 接下来是叫增 就是上面这件器物 这底下是一个罐子了 上面这是一个底部带眼的 这个一个盆 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盆 叫增 其实它就是一个盆嘛 盆的底呢 它穿些眼 然后放在这些器物上面 它实际上就像一个笼屉 我就想说嘛 就像一个笼屉 就像一个笼屉 蒸东西用的 对对对 比如它放在这个顶上 或者斧上或者粒上 是吧 底下放上水 对对对 烧开了 它这个食物放里边就可以蒸 所以可现在 在新世纪时代 除了煮还有蒸屎 这个呢 这个最后有点盐 底下就是相当于 立的这个下半身 也是三个空带足 上面在最窄这个腰部 有一圈隔 比如说两三公分宽 那跟笼屉的功能 有点差不多 就是说它也能起到 这个就是蒸气的作用 这是一体化的蒸锅 对 这是分体蒸锅 可以这么说 您这个解释得挺好 的确是 刚才我们说在远 确实远 远在天涯 可以说 近近在咫尺 听完刚才代老师的这一刻呀 大家如果再去国博 再看到这些这个淘气的时候 我想你也能给别人讲一番了 能做个小导游了 经过代老师的一番科普啊 文化 我们知道了 大概是什么意思 淘气呢 我们也能认个八九不离十了 那么接下来 请大家坐定身形 听代老师继续以国博文物为线索 为大家梳理新石器时代的 这个文化大爆发的时代 距今一万年左右 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 农业养旭业逐步发展 各地区域文化蓬勃兴起 那么在国家文明出现之前 中华大地上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图景 留下了哪些珍贵的遗存呢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既旧石器时代之后 是新石器时代 一万年以前呢 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石器时代 出现了农业以及家畜饲养 那么人们开始普遍地 过一种定居的生活 人类的经济活动 就逐渐地从这个酌取型经济 转向到了这个生产型经济 什么叫酌取型经济啊 就是说它不是说 人主动去种什么养什么 然后它是从自然界直接去获取 狩猎捕鱼采集野果 这叫酌取型经济 那么生产型经济呢 就是我有意识地保留植物的种子 春暖花开之后 我去种粮食 然后我把这个动物驯化 作为家畜饲养 这叫生产型经济 所以你看这个新石器时代 有了农业之后 这个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 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那么中国呢 是世界上农业的主要发源地 华北地区是这个素鼠为主的 汉做农业的发源地 那么长江中下游是稻做农业的发源地 那实际上现在稻做的农业起源 可以追溯到将近上半年 所以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粮食作物 有两种主要的粮食是在我们中国起源的 就是素类 叫小米 这一类的粮食 一类是水稻 对整个人类贡献极大 那我们在国博展厅里 有一些跟农业有关的这些文物 比如说这个大屏幕上看到 是有这个石磨盘 磨棒 还有镰刀 那关于这个磨盘 磨棒呢 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员能说出来 因为古人吃饭 当吃到这个粮食 还是吃一次 磨一次 可能就磨稻骨 磨食物用的 脱壳 不知道对不对 说的有一定道理 就是应该是它的功能之一 就是过去我们考古学家也认为 这石磨盘磨棒呢 主要是加工粮食的 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 通过碾压 给骨脱壳 去皮 是吧 然后把它加工成食物 甚至再进一步碾碎 后来呢 有考古学家 特别是科技考古学家 发现呢 它除了加工这个粮食作物 它还可以用来加工野生的坚果 比如说巷子 它把巷子这个 在上面碾碎 磨成粉面 然后来做成食物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好多器 我实际上是一器作用 那这个呢 是一把做得很漂亮的镰刀 这个是叫陪力广网文化时期的 距今这个至少有七八千年了吧 是吧 那这个它的刃部呢 还有这个小的巨尺的形状 所以它可以割 甚至还可以锯 也是一器多用 那这个镰刀嘛 应该是收割这个作物的 左边这个大屏幕上我们看到 这是浙江河木豆文化 这个跟农业有关的这种遗物 黑乎乎的这个小黑点 黑颗粒是什么呢 碳化的稻米 河木豆遗址出土的碳化稻米 是量非常大的 反映当时这个发达的农业 旁边实际上古寺 什么叫古寺呢 就是类似现在的铁锹 就是挖土的工具 因为它是古作的嘛 我们通常叫它古寺 实际上这个在江浙一带 长江下游啊 农业的起源要比 河木豆文化要早得多 我们刚才那会儿提到 河木豆文化 最近大概七千到五千年左右 这个时段 至少到河木豆文化这个时候呢 江南地区已经是 泛道耕鱼的鱼米之乡了 跟农业社会利切相关的 是就是我们生活中 所用的这些陶器 其实刚才已经给大家 介绍了不少了 为什么在新世纪时代 要大量地使用陶器呢 因为有了粮食 人们要用陶器来存储 来这个加工 来盛放 不同区域啊 都有各自鲜明特色的 这个陶器群 这些陶器呢 它们的组合构成了 确认考古鞋文化的 一个重要的这个标准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 这是山东大门口文化的陶器 中间有一个象牙座的象牙书 大家看得很漂亮啊 旁边这是一个带嘴的 叫陶和 大家记住这个和呀 就是一个有封闭的 这个管状的这嘴 这种叫和 这边这个陶豆 刚才这种其实已经介绍了啊 成石器 然后这边这几件啊 这个都很漂亮啊 你到国博参观的时候 能看到有动物型的陶筭 有整体长得像一个 小鸡或公鸡那样的这种陶筭 就是比较常见的 量也很多 还有完全是模拟动物的 这种比较写实的动物型的陶筭 像上面那个狗型陶筭 背部有一个口 尾部卷起来 形成一个把手 脖子呢和嘴 往上扬起来啊 形成这个另外一个出口 所以这个大家看它设计的很巧妙 旁边这个是一个猪型陶筭 整体上跟那个鸡型的陶筭 这个口部啊 嘴部的位置啊 都能对应起来 很深夜的很巧妙 也反映了当时跟这个生活有关 那就说明当时普遍饲养家猪 养狗 大屏幕上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些 我们国家博物馆展庆里 特别漂亮的一些陶器 你像这是龙山文化的这个黑桃罐 然后旁边是个龟 山东龙山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就是它的又黑又亮的黑陶器 像这种特别漂亮的 弹窍桃高饼碑 这种工艺啊 你要如果用这个完全手制 比如说桃轮 轮质法等等 用当时的工艺来做 现在几乎很难模仿 仿制出来 这是真正一种像 弹壳一样这么薄的弹窍桃 这种高饼碑 这么精致的东西 一看就是讲究嘛 就意味着文明要发生了 是吧 文明就是人开始变得讲究的 在新石骑士时代 山东地区的制陶业相当的发达 不仅数量多 而且制作的相当的精致 精美 而且呢 山东地区也是最早用陶器 来展示饮酒礼仪的地方 这有好多的酒器 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应该知道 山东人喝酒是最讲究酒礼的 是吧 实际上我想说的就是 我们现在好多的地域文化 它的传统都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 我们再来转向中原看看 大家看到啊 我左右这两个屏幕上 有些漂亮的陶器 养勺早期 它最典型的器物啊 就是这几种 尖地瓶 盆 博 罐 壶等等这些 这个鱼文呢 是这个养勺早期 一个代表性的文饰 屏幕上这个人面鱼文盆 出自于这个陕西西安的半破意志 画得很奇特 里边有像面具一样的人面文 那么有没有学员知道 里边这个像面具一样的人面文 到底是什么含义 我觉得这个鱼文和这个人面 可能是这个部族 原始部族它的图腾 或者说它崇拜 因为鱼在我们今天 有多子多福的含义 可能是当时他们崇拜这个鱼 然后把他们画到 自己的这些器物里面去 应该说你讲得挺好 也挺有道理 以鱼为图腾 但是呢 这个也有其他的一些观点 特别是关于这个人面文 怎么来解释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 一个像面具一样的人面 圆圆的 然后呢 还有好多装饰 这个在耳朵两边 各画一条小圆 然后嘴的两侧和头顶上 还有画得像蚁毛一样的东西 那实际上这是一对人面 就是跟它对面这边 还有一个跟它差不多一样的 这个人面 然后在它两侧呢 还各画有一条 这个完整的鱼的形象 所以都是两两相对 两个人面 两条鱼 面面相对的 这么一个一组图案 然后呢 还有说这个跟生殖宠拜有关 这是一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认为它代表了 古史传说中的吃忧的形象 就是学生界主流的看法 还是认为它很可能是 这个当时巫师做法时 戴的一种面具 就是说它跟当时的这种 原始信仰有关系 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 那是红杉文化 那红杉文化呢 就是以玉器出名 史前啊 没有金属器出现 没有金 银 铜 当然史前默契 有少量铜器出现 那史前最高等的 应该就是说玉器 那红杉文化玉器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这种所谓的玉珠笼 整体它是像一个 卷曲的笼的笼的形状 为什么叫珠笼呢 就是它头部 跟猪的形象有相近 当然也有不同的说法 有人说这跟熊还相近呢 叫熊笼 当然多数还把它叫玉珠笼 然后旁边这是一个 过去叫树发器 就是认为跟树头还有关 后来就觉得不一定 统形这个斜口统形器吧 那其实红杉文化里最有名的 是这件黑色的玉笼 那这个笼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它这个体量也很大 是在现在所发现的 这个玉笼里 体量最大的一个 长长的嘴头 背部有列宗 然后身子卷曲 成成一个C型 所以又称之为C型笼 农民在这个 种树挖树坑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件 五千年前的玉笼 咱们郭伯展厅里 有这一个养勺早期 村落的一个复原模型 挺大的一个沙盘 在这个展柜里边 大家可以看到 这有一些复原的 这个茅草屋 这些房子 那这实际上是来自于 陕西临同的江寨遗址 江寨遗址呢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考古学家所揭露出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环壕聚落 大概有五万平米 那么从这张图上 我们能看出来 这个江寨遗址 它外围有一圈 蚝钩环绕 中间呢 是很大一片广场 广场上有两个牲畜圈栏 广场周围呢 分布着一百多座房子 那么这些房子呢 可以分成五组 每一组里边 都有一座大房子 那这个大房子周围呢 又有一些中小型房屋 所有这些房子 它的门向 都朝向中间这个广场 这挺神奇吧 是吧 那么在这个蚝钩的外围 墓地也是五片 跟五组房子 应该是对应的 那么这个研究成果呢 是北京大学 严明教授 得出的一个研究成果 那么他认为呢 这是一个 当时一个典型的 一种象星式的 凝聚式的 这么一个聚落 非常有代表性 这五片墓地 五组房屋 代表五个士组 这五个士组呢 组成一个 有起源关系的包组 就是这么一个社会 总之是一个 基于血缘关系的 没有明显等级分化的 这么一个社会 然后同时辅助 以这个狩猎 采集 家畜饲养 然后还有制桃等 手工业 这个制作 显示的一种 自给自足的 这么一个经济形态 人与之人之间 没有特别 明显的等级分化 这是这个基本 反映了那个 养朝早期 聚落生活的 一个场景 这是江寨一致的情况 总之呢 从距今一万多年 到距今六千年 中华大地上 这个古代文化 灿若星辰 满天星陡 但是这个 不同区的这些文化呢 经常有这种交流互动 最后呢 汇聚融合 百川冠海 形成了多元一体的 中华文明 好 我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刚才戴老师 您一边讲 我就在一边 思考一个问题 一般人 我们去博物馆 看器物 都是一件一件的 这是什么呀 在哪出土的呀 但是我发现 考古学家不这样看 除了看单个的 他们更多的是 看彼此之间的 这种关联 联系 对 这可能就是 咱们这个 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 本质的区别 你说得非常好 这个 因为在这个 专业的考古人员眼里 通过他这种出土的场景 以及他们的组合关系 就可以对他的这个 他是做什么用的 他在社会上 发挥一样什么样的功能 做出一种推断来 现在我们还要回到 我们节目开始 常说的那句话就是 考古不是挖宝 那么作为 史前考古的专家 我想戴老师 您对这句话的理解 一定就更加地深刻 于这个 我主要是做史前考古 当然涉及到一点下伤势级 那么在这个史前考古 我们发觉呢 最经常见的就是 那些残碎的陶片啊 残断的石器啊 等等这些 不是经常能挖到什么 这个好看的这些珍珠宝贝 那我个人来说呢 手气又不太好 做了这么多年考古 从来没有挖到过 铜器啊 玉玉器啊 这些高等级的东西 我真是没遇到过 但是作为考古人来说 也许一个十片 很小的一个十片 比金银财宝还珍贵 是的 在我们考古学家眼里 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宝贝 跟这个一般人 人宝贝是不同的 我们所说的宝贝 是对我们的研究 对复原历史 认识古代社会 古代文明 具有极大研究价值 极大帮助的这些文物 这个价值就很大了 就很重要了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 应该再一次感谢戴老师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你 谢谢你 同时我们也感谢六位学员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出发 一路穿越历史 翻阅中国上百万年的史前长卷 正是那些陈列在博物馆中的 一件件文物 为我们谱写了文字 不曾记载的曾经 让我们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 从我们的祖先 在这片土地上燃起 第一堆篝火开始 中华文明的车轮 就一直滚滚向前 势不可挡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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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